天神宙色的阿公 所以应该要天空星才对 应该不能叫天王星 这个天王星很特别是 我们一般我们是眼睛看不到它的 因为太暗了 太远了 我们肉眼看不到 它是先透过光远镜发现 它的发现 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它距离太阳19.2AU 这也是近处拍照的结果 你看有没有看到永环 然后呢 一样 它也含有甲丸 你看那丸子 那因为反射回来 让我们看到 它去了呈现蓝绿色 那这个人发现是谁呢 他原本是德国人 威廉赫歇尔 他本来是德国人 然后后来到英国当乐师 弄音乐的乐师 可是很没钱 当时当乐师 没什么收入 收入很少 但是他的表演 让当时的英皇 叫做乔治 英皇叫做乔治三世 看到了之后 觉得他很好 所以乔治三世就拨了一些经费给他 让他可以好好的做他的一些事情 结果他有了一些经费之后 他就开始做望远镜 他喜欢做望远镜 他跟他妹妹 威廉赫歇尔跟他妹妹 热衷于做望远镜 他甚至把他家里的地下室 做一个望远镜 可是你要知道 以前的望远镜不是磨镜片 而且当时的望远镜 已经是叫做反射式望远镜了 它不是磨镜片 而是用铜磨那个铜 把那个面 抛的有的可能是抛物面 或者是球面镜的那种 想办法用锅乳高热 去把这个铜弄成一个 比较光滑的反射镜 可是有一次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 他们在地下室在这边 自作望远镜的时候 结果发生爆炸 不过还好 他跟他妹妹都不在 他跟他妹妹都没怎样 所以还好 不然差一点他就死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他因为自作望远镜 自作越来越好 当时所有的社会名流 都会想要去跟这个 威廉和希尔买望远镜 因为他望远镜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结果他后来还靠 他自己的望远镜 在1781年3月13号的时候 看到了那颗星 看到了这颗天王星 我好高兴 但是他当然 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 蛮记得报恩的人 他就想说 哇乔治三世 这个英皇乔治三世 支出我这么多钱 我才有现在的今天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 这颗星星 命名叫做乔治星 旧景 可是当时很多人跟他说 不行啊 前面的几颗行星 都是用罗马神话做的 都是用神话里面的天神秘明的 你不能破坏规矩 你弄那个旧景 那好奇怪 後來他只好順應名情 他就把他取名叫Uranus 所以呢 但是他很特別的是 他的自轉軸是傾斜90度 也就是像我們 地球是傾斜23.5度 然後是這樣子轉的 對不對 但是他傾斜90度就變這樣 他是這樣子轉的 這樣子在繞太陽 這樣子在繞太陽 OK 好 那目前他有20多顆衛星 好 那這個就我們就跳過不講 再來海王星Naptur Naptur 就不講了 他其實就是 天神作詩的弟弟 算弟弟 其實原本是他歌歌 然後被他爸爸吃到肚子裡面去 然後天神作詩再一一脫開肚 把他們救出來 就變成他的弟弟 好奇怪喔 好奇怪的邏輯 叫Naptur Naptur 那個什麼 那個在希臘神話裡面叫什麼 波塞頓 波塞頓 然後在羅馬神話叫Naptur OK 好 海王星呢 一樣 他也是以氫害為主 還有甲丸 但是這顆衛星 這顆行星很特別的是 他居然不是先用望遠鏡看到發現的 他是用算出來的 首先第一個是在1943年的時候 英國當時的一個研究神叫亞當斯 他發現了之後 他就很激動 他就寫了一篇paper 然後拿到當時的天文台 一個很有名的天文台 然後他的台長 我記得你沒錯的話 他的台長叫尤里 就趕快拿給這個台長 很有名的台長說 我發現了 算是第幾顆 第八顆衛星 那第八顆行星 他就趕快把這個paper給他看 結果那個 這個尤里台長拿到的時候 想說 你才是研究生 研究生 你怎麼可能發現什麼東西 表面上可能有 好太棒了太棒了 你回去等候消息 然後回去之後 他就把這個paper丟一旁 然後這個丟一旁之後 當然他有人在整理的時候 就把他收到一個 那個箱子裡面去了 沒人知道 過了三年之後 法國的 這個 天文學家 他比較聰明 他也是一樣 算喔 算出來 他算出來 當時這一顆 地半 可能的第八顆 欸 等一下 你先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算 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算 主要是因為看到 前面的天王星 本來很順的在繞 可是繞到某一區之後 他突然會抖動 然後之後又正常的再繼續走 走之後到某個地方又會抖動 再正常的走 為什麼 就好像 我舉個例子 如果媽媽牽著一個小孩 本來要走直線 可是小孩子可能會 欸這東完西完就跑了跑去 那媽媽是不是就會被牽來牽去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當時的推測 可能外面有一顆行星 他的引力在那個地方 產生了輕盈的動作 導致這個 這個裡面的天王星 走到某一區域之後 受到外面的引力干擾 然後就會開始晃動 可以嗎 所以 後來 其實他們都是透過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去算 當時的 老葉他就算出來說 現在目前有一顆 外面的那顆行星 那個行星 估計在寶瓶座 那時候他估計在寶瓶座 然後呢 而且寶瓶座的哪個點 然後他很厲害 他馬上去找 找他一個好朋友 在馬賽天文台 好 趕快跟他講說 來 我這視劇去看 今天晚上你幫我去找那個天區 寶瓶座的那個天區 你可能可以找到 第八顆行星 你幫我找一下 結果沒多久真的就找到了 找到之後 當時就公告全世界 找到第八顆行星了 當時大家都想要把這個 老葉跟 在馬賽天文台的那個朋友 他們等於說 這兩個並列為 海王星的發現者 結果這個 發現的這種情況 傳到了英國之後 英國那個游禮台長 等一下 幾年前 好像有一個研究生 跟我講到這件事情 該不會是這個吧 趕快翻箱倒櫃去找到 找到這邊 Paper 不行不行 這是我們英國人先發現的 我們英國人算出來了 所以應該是我們英國人發現的 可是 你都沒有公告出來啊 人家公告出來啊 可是不行不行 這一定要說是我們英國跟法國人一起發現的 英國很堅持啊 希望是這樣子啊 後來才改成這兩個人發現 但是 在那個西元2000年左右 好像再往後一點點的幾年之間呢 正好也又輪到了 那個什麼 海王星又到了寶瓶座了 那個新聞出來了 很多人又再把過去的事情再把它翻出來研究 一翻之後發覺 亞當斯的計算 研究生的計算 真的還是有差 他算的位置是距離很遠 不是真正算到那個位置 反而是Levier 他算的位置真的很精準 所以那個馬賽天文台的那個 那個朋友才能夠找得到 OK 所以嚴格來講 真正發現海王星的是這個Levier OK 好 他是被算出來的喔 但是發覺這個 當然近期我們再去拍這個 這個 海王星 發覺它有大岸斑 或有小白斑 那有什麼 一樣又是像颱風一樣的東西 可是 會消失 然後在別的地方都出現一個出來 欸 那代表什麼 他可能有陸地 所以科學家認為 如果把天王星跟海王星 搬到像地球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可能會受到太陽風的吹拂 把外面的盪氣吹掉的時候 中間裸露出來就像地球這樣 是一顆可以踩得到地的行星 所以他應該中間是一個踩得到地的 那外圍是氣體 所以這個氣旋又會再消失 又會再出來 而且曾經有那個氣旋 因為覺得速度很快 所以取名叫Scooter 就是我們以前的某一款摩托車 叫什麼 速克達 各位知道嗎 速克達也是它的取名意義 就是這個摩托車可以騎得很快 這個Scooter就是它意思就是速度很快的 那個小氣旋 OK 好 我們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這後面的都是幾個問題 那之後我們下禮拜還會來介紹 這個特別的意義跟冥王星的一些故事 好不好 來幫我關一下好嗎 謝謝